一提到薯片 你会念想到什么呢? 罪恶的滋味? 不太健康 但其实薯片也有质素好 怀之分 今天我就教你如何选薯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首先我们要找最小食品添加剂 这些包括眉睁、色素、防护剂等 很多人以为 Natural Flavoring 天然调味剂是健康的 因为加了天然这两个字 它只不过是从天然来源中提取 经过任何化学过程后 最终的产品不再是天然的了 例如这个Pesto Parmesan Hand Cooked Potato Chips 看起来好像很天然 包装看起来好像很高质素 还写着手煮薯片 我们来看看它的成分 这个Pesto Parmesan味 是用调味料合成的 是完全没有真正Pesto和芝士 只是用很多不知名的物质 来调到这个味道 热麻牙护尖 Malto Dexu 是一种调味剂 甜葱剂 是用于改善食品和饮品产品的 质地和口感 让你吃到就很辣定口了 它的升浪指数是110 是比葡萄糖高的 是100 还有有些研究表明 麦牛糊蒸会影响你腸道的菌菌 如果你看到BBQ味 辣油鱼味 辣油鱼味 Sour cream and onion 味 等的薯片 不分之99的味道 是用调味剂调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全部都压了 那我们要找些什么呢 要找标签原味或者炎味的薯片 你要看到那些成分 你可以想象到它是真实的样的 还有在厨房可以看到的东西 例如薯仔 油和盐 调味剂 增醋剂 钢结剂等 不是真正的食物 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些 原味和炎味的薯片 下一步的关键是 替它们所用的油 这个牌子的成分 是用薯仔 棕绿油 盐和淡气 棕绿油算是相当稳定的油 而淡气是用来 减慢薯片的样化 保持食物的新鲜度 这个薯片算不错 如果只是选原味薯片 我要给它的评分 一是最低 十是最高分 我给这个牌子的薯片的评分是 6分 再看看这个牌子的薯片 它的成分是 薯仔 葵花纸油 盐 因为葵花纸油 七成的油酸 是多元不薄的脂肪酸 所以它是很不耐高温的 高温油渣会反复使用 会产生很多有害物质 而刚才我们看到 棕绿油的多元不薄的脂肪酸 只是1成 所以棕绿油比葵花纸油稳定很多 我给这个牌子的评分是 3分 那这个lase原味薯片又是怎样呢 性分是薯仔 又是中类有 盐 麻麻糊蒸 糖 和钢结剂 御用化石 是为了避免产品黏在一起 是不会影响身体的 不是全部原味的薯片 就没有添加剂 真是要提清楚食物性分 所以我被这个lase叫原味薯片入份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这个牌子叫tales 成分是薯仔 高油酸 葵花脂油 和海盐 高油酸葵花脂油 和葵花脂油有什么分别呢 普通葵花脂油的 当然不薄的脂肪酸 是7成 但是高油酸的葵花脂油 只是1成 而大约8成 是单元不薄的脂肪酸 所以是相多稳定的油 脂肪酸造成差不多 好像EVOO 所以我给这个牌子的 平分是7分 我给你高分 用棕绿油的牌子 是因为精製棕绿油 和其他精製的油壁 通常会含比较高的3MCPT 和熟水金油 又是一种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这个keto牌子 是没有添加剂 用的油 都是菜花脂油 葵花脂油 或者红花脂油 这三个都是不稳定的油 所以我比起3分 这个牌子前面写着 原味和大西洋海盐 这些呢 正是销售桌头 要先提醒它的性分 才可以做决定 都是葵花脂油 所以我也是比起3分 这个是我对一些原味薯片的评分 最高分我只可以比7分 我的10分薯片是外面卖不到的 因为不单只用无精製的椰子油 由猪油或者EVOO来炸 油呢 只可以重溶最多3次 如果热麻烦 真的麻烦 就尽量卖漂亮材料的薯片 值得提醒的是 无论用多稳定的油 所有超市的薯片 一定是用蒸制过的油 并且是会被反复使用 怎样都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只是比较稳定的油 会产生少一点 不是说找到漂亮的薯片 就可以每天一包吃 对于一位喜欢吃薯片的人 如果你一世不吃薯片 实在是精神折磨 但如果你懂得选一些比较优质的薯片 譬如没有添加剂 和用比较稳定的油 至少你不会涉入 那么多对身体不好的东西 这样你可以更安心地享用 来不来买一些高品质的零食 来掌赏自己 或者过一个口印 都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你是否因为喜欢吃薯片的人 如果你在超市看到一些漂亮的薯片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看给大家 什么牌子和在哪里可以买到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请点赞和分享出去 未订阅的朋友就记得订阅 我们下次见 拜拜